嗨,我是约翰。你叫什么名字? 嗨,约翰,我是沙拉。很高兴见到你。 也很高兴见到你,沙拉。今天是什么把你带到这里? 我是来见一些朋友共进午餐的。你呢? 这里也一样。我也要和朋友一起吃午饭。 太棒了。你以前去过这家餐厅吗? 不,我没有。你有吗? 是的,有几次。这是我的最爱之一。你会喜欢的。 谢谢你的推荐。我很期待。 没问题。尝试新事物总是件好事。 当然。那么,沙拉,你以什么为生? 我是一名平面设计师。你呢? 我是一名软件工程师。我在市中心的一家科技公司工作。 这很有趣。我一直对科技行业者迷。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领域。总会有新的事情发生。 我能想象。 我能想象。那么,你在工作之外有什么爱好或兴趣吗? 当然。我喜欢打篮球和远足。那你呢? 我喜欢在业余时间画画和读书。 太酷了。你喜欢画什么样的东西? 我主要画风景和静物画。这是在漫长的一天后放松身心的绝佳方式。 是的,我能看出那会有多放松。 也许有时候你可以给我看一些你的作品。 我很乐意。我们交换号码并安排时间见面怎么样。 听起来很棒。在这里,让我给你我的电话号码。 太棒了。我也把我的给你。 明白了。我稍后会给你发消息,这样我们就可以制定计划。 听起来不错。我很期待。 我也是。见到你真的很高兴,沙拉。 这里也一样,约翰。和你的朋友共进一顿丰盛的午餐。 你也是。小心。 你也是。 嘿,沙拉。怎么样了? 这个周末你想喝咖啡什么的吗? 嘿,John。我过得不错。谢谢你的提问。 当然,这听起来不错。 你在想什么时候? 星期六早上十点左右怎么样? 有一家新咖啡馆刚在市中心开业,我一直想去看看。 这对我有用。 咖啡馆叫什么名字? 它叫做The Roasting Room。 它们在网上有很棒的评论。 听起来不错。 我十点在那里见你。 完美。 很期待。 这里也一样。 星期六见。 黑沙拉,很高兴见到你。 黑约翰,你也是。 这个地方看起来真的很酷。 是的,它的氛围很棒。 我们去那边找张桌子吧。 那么,你这周过得怎么样? 虽然很忙,但很好。 我有几个大项目在工作,但我设法按时完成了所有工作。 很高兴听见。 你呢? 你这周过得怎么样? 很不错。 我在工作中开了一些会议, 但没什么太疯狂的。 但我确实设法完成了我告诉你的那幅画。 哦,太棒了。 我能看看吗? 当然。 哇,这真的很令人印象深刻。 你有很多天赋。 谢谢。 我已经锻炼我的绘画技巧有一段时间了。 好吧,这无疑是名证。 我很高兴我们交换了号码,对彼此有了更好的了解。 我也是。 认识你真是太好了,约翰。 这里也一样,沙拉。 那么,你有什么感觉? 这里的咖啡应该很好吃。 我听说它们也有一些很棒的糕点。 我们去拿一杯拿铁然后分一块牛角包怎么样? 听起来很完美。 谢谢你今天邀请我出去,约翰。 我玩得很开心。 任何时候,沙拉。 很高兴。 你知道,约翰,我在想。 下周末你想去远足吗? 有一条非常不错的小路我一直想去看看。 是的,听起来很有趣。 我喜欢徒步旅行。 太棒了。 离这里不远,应该有一些令人惊叹的景色。 把我算进去。 你在想什么时候? 我们早上九点左右见面怎么样? 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开人群, 在天气太热之前享受徒步旅行的乐趣。 听起来很完美。 我一定要穿上我的登山靴。 好主意。 在某些地方,这有点陡峭的攀登, 但这是完全值得的。 我准备好接受挑战了。 谢谢你邀请我,沙拉。 没问题。 和别人一起做事总是更有趣。 同意。 我真的很高兴我们见面。 我也是。 我觉得这是一段伟大友谊的开始。 我也这么认为。 好吧,已经很晚了, 我还有一些差事要做。 但是见到你真是太棒了, 约翰。 这里也一样,沙拉。 我们很快就得再做一次。 当然。 让我们为下周末的徒步旅行制定计划。 听起来不错。 我将在本周晚些时候给你发短信以确认细节。 完美。 周末好好休息。 你也是。 保重,沙拉。 再见,约翰。 再见,约翰。 嘿,Sara,只是想确认一下这个周末我们还在徒步旅行。 嘿,约翰,是的,我们是。 我真的很期待。 我也是。 我在想,徒步旅行之后,我们可以在你告诉我的那家餐厅吃午饭。 这是个好主意。 那里的食物很棒。 太棒了。 我会为我们预约。 谢谢,约翰。 你总是那么体贴。 没问题,沙拉。 我只想确保我们过得愉快。 再见。 我毫不怀疑我们会的。 星期六见。 黑沙拉,很高兴见到你。 黑约翰,你也是。 你准备好了吗? 绝对可以。 我整周都很期待。 好吧。 你来享受一下了。 景色令人惊叹。 我等不及了。 我们开始吧。 所以, 约翰, 告诉我更多关于你自己的信息。 你喜欢在空闲时间坐实吗? 好吧。 我喜欢弹吉他和唱歌。 我从小就开始玩了。 这真的很酷。 你自己写歌吗? 是的, 我愿意。 这是表达自我的好方法。 我感大度是这样。 有时候你应该为我玩点东西。 我很乐意。 午饭后我们来一场集星演奏怎么样? 听起来很完美。 哇, 看看那个景色。 太令人叹未观止了。 确实如此。 我很高兴我们做了这次徒步旅行。 我也是。 现在, 让我们往下去吃点午餐。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我们进去吧。 谢谢你预约, 约翰。 这里很忙。 没问题。 沙拉。 我想确保我们有一张桌子。 那么, 沙拉, 你呢? 你喜欢在空闲时间做事吗? 好吧。 正如你已经知道的那样, 我喜欢绘画。 我也喜欢远足, 读书和听音乐绘。 太棒了。 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我有点喜欢所有东西, 但我最喜欢的乐队绝对是酷玩乐队。 真的吗? 我也喜欢酷玩乐队。 你见过他们的直播吗? 是的, 我有。 太神奇了。 我很嫉妒。 我一直想看到他们的直播。 好吧, 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听音乐会。 我会喜欢的。 再次感谢你对我的治疗, 约翰。 我很高兴, 沙拉。 所以, 关于那场吉星演出。 对, 让我们回我家去拿吉他。 听起来像一个计划。 太有趣了, 。 约翰。 感谢您与我分享您的才华。 不, 谢谢, 沙拉。 和你一起玩真是太棒了。 我觉得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这样做。 我希望不是。 你是一个很棒的音乐家。 谢谢, 约翰。 你自己还不错。 。 沙拉。 怎么样了? 嘿, 我过得不错。 你呢? 没法抱怨。 。 所以, 我在想, 既然我们都喜欢徒步旅行和音乐, 为什么我们不计划下个月的漏影旅行呢? 这是个好主意, 约翰。 你在想时吗? 我以前去过山上一个漂亮的漏影地。 这里非常适合徒步旅行, 还有一些在篝火旁播放音乐的好地方。 听起来很完美。 你想什么时候去? 15号的周末怎么样? 这对我有用。 我们开始做吧。 太棒了。 我会做出安排然后把细节寄给你。 谢谢, 约翰。 我真的很期待。 我也是, 沙拉。 这将是一次我们不会忘记的冒险。 我想是这样。 再见。 嘿沙拉, 很高兴见到你。 嘿约翰, 你也是。 什麽把你带到这里。 我其实在找一把新吉他。 我正在考虑升级。 太棒了。 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来挑选一个,请告诉我。 谢谢。 谢谢, 我很感激。 那么, 自从我们的吉星演奏以来, 你一直在练习吉他吗? 当然。 我一直在创作一首新歌, 我等不及要和你分享了。 这太令人兴奋了。 我也一直在研究一些新材料。 我们一定应该很快在一起玩。 绝对可以。 下周去公园怎么样? 听起来很完美。 我会带上我的吉他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太棒了。 我也会带一顿野餐午餐。 你总是领先一步, 约翰。 我尽量做好准备。 好吧, 我想我找到了。 太漂亮了, 约翰。 你在上面听起来会很棒。 。 谢谢,沙拉。 我等不及要试试了。 说到尝试一下, 你有没有去过笨吉? 不,我没有。 你为什么问?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笔笨吉的优惠, 觉得一起尝试一下可能是一次有趣的冒险。 你永远不会停止让我感到惊讶,沙拉。 但可以肯定的是, 我已经准备好了。 太棒了, 我们开始吧。 嘿,Sara, 蹦极之后你感觉怎么样? 嘿,John, 我感觉很好。 我很高兴我们一起做了。 我也是。 这绝对是肾上腺素激增。 当然。 那么, 我们的冒险清单上的下一步是什么? 好吧, 我想接下来我们可以去公路旅行。 这里有很多很棒的地方可以参观。 是的,我们开始做吧。 你想去哪里? 我本来想开车沿着海岸行驶, 然后在沿途的一些小城镇停下来。 你怎么看? 这听起来很完美。 你想什么时候去? 下个周末怎么样? 我们可以让星期五休假, 让它成为一个漫长的周末。 听起来像一个计划。 我们开始做吧。 太棒了。 我将开始规划路线, 然后我们可以列出要看何要做的事情。 我等不及了, 约翰。 你总能想出最好的主意。 嘿,Sara,怎么样了? 嘿,John,我过得不错。 你呢? 没法抱怨。 所以,我一直在做一些研究, 发现了一些我们应该在公路旅行中去的地方。 呃,真的吗? 告诉我更多。 好吧, 有一个叫门多西诺的小镇应该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海景。 还有一个国家公园, 里面有一些令人惊叹的远足镜, 叫做雷德伍德国家公园。 哇,这两者听起来都不可思议。 我等不及要见他们了。 我也是。 一路上我还找到了一些音乐场所, 我们可以停下来看看一些当地的艺术家。 听起来很完美。 我带了吉他, 所以如果他们有开放的麦克风之夜, 我们甚至可以弹几首歌。 太完美了。 你总是领先一部,沙拉。 我喜欢做好准备。 这个城镇太漂亮了。 到处看起来都很棒。 是的。 这个城镇太可爱了。 我喜欢色彩缤纷的建筑和所有的小商店。 是的。 它肯定有一些魅力。 这里的海鲜应该很棒。 我一定想尝试一些新鲜的海鲜。 我们找个吃午饭的好地方吧。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棒。 你想分开一些开胃菜然后吃几个主菜吗? 对我来说听起来不错。 让我们试试炸鱼和蟹饼作为开胃菜。 如果是主菜, 我去买炸鱼和薯条然后你可以去买龙虾卷。 完美。 这一切听起来都很好吃。 是的。 它们是世界上最高的树木之一。 很难相信我们在它们中间行走。 和它们相比, 我觉得自己很小。 太令人沮丧了。 这就是大自然之美。 它有一重透是事物的方法。 说到大自然, 你还记得我们去露营看见流星雨的时候吗? 我当然愿意。 那是我经历过的最神奇的经历之一。 令人难忘。 我们一定要在不久的某个时候再计划一次露营旅行。 当然。 也许我们甚至可以围绕另一场流星雨来计划。 是的,我们开始做吧。 我们应该从这次旅行回来后立即开始计划。 听起来像一个计划。 是的,我想是这样。 那是一次很棒的徒步旅行。 不过我感觉很累。 这里也一样。 我们搭帐棚然后我们可以在火炉旁放松一下。 这带回了我以前和家人一起去露营时的许多回忆。 有哪些怀旧的时刻总是很不错的? 露营时你最喜欢的童年记忆是什么? 可能是我们去夜间徒步看见一群流星的时候。 可能是我们去夜间徒步看见一群流星的时候。 就像整个天空都被照亮了。 这听起来很神奇。 我从来没有痛时见过那么多流星。 很特别。 那你呢? 你最喜欢的露营记忆是什么? 很难只选一个。 但我觉得那一定是我们去画皮滑艇看见一群水塔在水里玩耍的时候。 太可爱了。 这听起来像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正是这样的时刻让露营变得如此特别。 是的。 太特别了。 这里越来越冷了。 你想去帐篷睡一会吗? 是的。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 我不想在这里冻结。 晚安。 甜蜜的梦。 晚安。 晚安。 早上好。 早上好。 你睡得好吗? 我做到了。 你呢? 我睡得很好。 我睡得很好。 这里太平静了。 是的。 这是开始新的一天的完美方式。 你饿了吗? 永远。 我们早餐吃时吗? 让我们来看看。 我们有燕麦片、速溶咖啡和一些格兰诺拉麦片棒。 这听起来不太开胃。 我们可以随时回程吃点真正的早餐。 没办法。 我们在露营,我们的稍微粗糙一点。 我去吃燕麦片。 我听说附近有瀑布。 你想看看吗? 绝对可以。 我们走吧。 看,就是这样。 哇,太漂亮了。 这是一次非常棒的旅行。 确实如此。 我很高兴我们决定来这里。 我也是。 我等不及我们下一次一起冒险了。 我也不能。 你知道,我们组成了一支相当不错的球队,我们应该很快再计划一次旅行。 是的。 我再想也许下次我们可以去山里露营。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 我将开始寻找一些好地方。 太棒了。 我等不及了。 嘿,你想在回来的路上吃午饭吗? 当然,这听起来不错。 当然,这听起来不错。 你有什么心情? 来点汉堡和薯条怎么样? 听起来很完美。 我们走吧。 这个周末我和你在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 我也是。 太神奇了。 其实,我本来想告诉你一件事。 这是什么?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哇,我不知道。 我也真的很喜欢你。 真的吗? 真的。 我太害怕了,什么也没说。 我也是。 我很高兴我们终于谈到了这件事。 你知道,我一直在考虑我们的下一次旅行。 也许这次我们可以计划一些更具冒险性的事情。 比如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去背包旅行。 也许我们可以去背包旅行。 花几天时间在野外徒步旅行和露营。 这听起来很神奇。 我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情。 也许我们可以去背包旅行。 也许我们可以去背包旅行。 好吧,我很乐意成为向你展示绳索的人。 我会喜欢的。 你知道,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只认识了几个月。 感觉就像我们永远是朋友一样。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有时候事情的进展很有趣。 我从没想过我们最终会见面并成为这样的好朋友。 是的,生活能让你感到惊讶真是太神奇了。 谢谢你这个周末和我一起来。 我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我也是。 谢谢你邀请我。 那么,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 下个周末怎么样? 我们可以试试你一直想去的那家新餐厅。 是的,听起来很完美。 我等不及了。 让我们为此做好计划。 嘿,在你走之前,我还有一件事想说。 这是什么?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真的很感激你。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你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欢乐和兴奋, 我不知道没有你我会走向何方。 啊,太甜蜜了。 谢谢。 你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东西。 好吧,我很高兴我们找到了彼此。 我也是。 嘿,进去时别忘了给我发短信。 我想确保你的安全。 好吧,我会的。 你真是太担心了。 嘿,这只是我表达关心的方式。 好吧,我很感激。 好吧,我很感激。 好吧,很快见。 再见。 请告诉我你何时安全回家。 只是想告诉你我已经安全回家了,再次感谢你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 很高兴听见。 很高兴听见。 谢谢你和我一起来。 我大吃一惊。 我也是。 我也是。 我等不及我们的下一次冒险了。 我也是。 这里也一样。 我已经在想点子了。 哈哈,我敢肯定你是。 晚安。 晚安。 睡个好觉。 几天后,该名女子收到了该男子的另一条短信。 。 嘿,我发现这个很酷的活动将在下周末举行。 你有兴趣和我一起去吗? 当然,这是什么? 这是公园里的户外音乐会。 我听说乐队真的很棒。 听起来很有趣。 我进来了。 太棒了。 我会给我们买票然后把详细信息发给你。 太棒了,等不及了。 嘿,你今天看起来很漂亮。 谢谢,你自己看起来很帅。 好吧,我试试。 那么,门票在哪里? 就在这里。 我一定要给我们找个好座位。 你太体贴了。 这是我的荣幸。 我们去找我们的位置吧。 这是一场很棒的音乐会。 我很高兴你带我来这里。 我很高兴你带我来这里。 我很高兴你喜欢它。 我知道你会的。 你很了解我,不是吗? 我喜欢这么想。 太有趣了。 再次感谢你邀请我。 当然。 我很高兴我们能一起体验一下。 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和你共度时光。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期待着和你一起进行更多的冒险。 我也是。 我们为下周末做个计划怎么样。 也许是去山里徒步旅行。 这听起来很完美。 我喜欢徒步旅行。 太棒了。 我知道我们可以走一条漂亮的路。 你真的知道所有最好的景点,不是吗? 我喜欢这么想。 好吧,我相信你的判断。 我很期待。 那就是约会了。 下周六早上我来接你。 我会准备好的。 再次谢谢你。 任何时候。 祝你晚上好。 这正是我需要的。 这里太平静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是逃离城市的好去处。 这是逃离城市的好去处。 你总是知道如何让事情变得特别。 我尽力而为。 看,那里有个瞭望点。 我们能爬上去吗? 是的,我们绝对能做到。 看这个景色是值得的。 。 哇,这太神奇了。 这太神奇了。 谢谢你带我来这里。 这是我的荣幸。 我知道你会感激的。 我可以永远待在这里 太平静了 尽管我很想永远待在这里 但我们可能应该在天太黑之前向下走 你说得对 我们走吧 再次感谢你度过了如此美好的一天 我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我也是 我很高兴我们能一起分享这段经历 你知道 我真的很喜欢和你共度时光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待在身边你是个很棒的人 嘿 再次感谢昨天的到来 我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不客气 我也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我们什么时候能再做一次 下个周末怎么样 也许我们可以去看看一条新的徒步路线 听起来很棒 我会查一些选项 我会查一些选项然后告诉你 我找到了这条漂亮的小径 他穿过森林 他穿过森林 终点是瀑布 你准备好了吗 绝对可以 这听起来像是一次很棒的徒步旅行 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去 下周六怎么样 我们可以一大早见面好好度过一天 听起来很完美 我一定要带上我的登山靴和充足的水 好主意 而且别忘了吃零食 我会带点小鹿混音过来的 交易 我等不及要和你一起探索这条新路了 哇 那是一条神奇的小路 瀑布本人更加美丽 是的 绝对值得徒步旅行 我很高兴我们找到了这个地方 我也是 今天我和你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谢谢你的光临 任何时候 我们在一起时我总是过得很开心 你知道 我一直在想 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计划一次更长的旅行 也许是周末露营之类的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 我绝对准备好了 太棒了 我会开始调查一些露营的 然后回复你一些想法 嘿 我刚买到了在美术馆看那个新展览的门票 应该太神奇了 你想和我一起去吗 是的 我很乐意 我也一直想去看那个展览 门票什么时候出售 下周五晚上怎么样 那天晚上他们将举办一场特别活动 包括现场音乐和茶点 听起来像是一个完美的约会之夜 我真的很期待 我也是 我一直很喜欢和你在一起 我今天在工作中度过了非常艰难的一天 我最近好像没法休息一下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抱歉 你想谈谈吗 我不知道 这只是很大的压力和压力 感觉我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我明白你的感受 但请记住 你正在尽力而为 有时候 退后一步 好好照顾好自己是可以的 谢谢你的提醒 我想我只需要专注于重要的事情 而不是让小事情落到我身上 那就对了 而且 如果你需要说话或者只是发泄一下 我在这里等你 谢谢 我很感激 你总是知道如何让我感觉更好 这是我的乐趣 你猜怎么着 我终于在工作中获得了晋升 我太开心了 太神奇了 恭喜 这是你完全应得的 谢谢 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我很高兴他得到了回报 我为你感到骄傲 你一直被激励并致力于实现自己的目标 而这仅仅是你成功的开始 啊 你让我脸红 但说真的 没有你的支持和鼓励 我做不到 我很高兴我能以任何方式提供帮助 我相信你 我知道你有能力实现你设定的任何目标 那么你呢 工作进展如何 老实说 最近有点艰难 发生了很多变化 我还在努力调整 哦不 什么样的变化 好吧 我们的部门进行了重组 我的一些同事被解职了 很难看到他们离开 我担心这对我们团队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抱歉 一定很难看到与你共事了很长时间的人这样离开 是的 确实如此 但我正在努力保持积极的态度 继续向前迈进 也许这是我加紧努力 承担更多责任的机会 我毫不怀疑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都能应付 你很有才华而且很努力 我知道你会充分利用这种情况 谢谢 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这意味着很多 我很高兴我能在生活中认识你 那么 你的新项目进展如何 上次我们谈话时 你对此感到非常兴奋 太棒了 我一直在和一个很棒的团队合作 我们取得了一些非常不错的进展 我们希望在下周向董事会介绍我们的调查结果 哇 太令人印象深刻了 你付出了很多努力 听起来好像取得了回报 当然 我对这个项目可能对公司和我们的客户产生的钱在影响感到非常兴奋 很高兴听见 我能看出你对此有多热情 我毫不怀疑你和你的团队会把他赶出公园 谢谢 这意义重大 我很幸运能得到你的支持 哦 看来我得走了 我十分钟后要开会 没问题 我明白 谢谢你联系我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当然 总是一种乐趣 让我们很快再做一次 当然 小心点 祝你会议好运 谢谢 我需要他 很快再和你谈谈 嘿 希望你过得好 我想知道这个周末你有没有时间去吃早午餐什么的 嘿 我过得不错 谢谢你的提问 其实这个周末我有空 早午餐听起来很棒 你想去的地方吗 太棒了 市区有个新景点我一直想试一试 星期六上午11点听起来怎么样 对我来说听起来很完美 我们11点在那里见面吧 太棒了 等不及了 星期六见 很期待 到时见 一切看起来都很好 我不知道该选择时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一切听起来都很棒 你好 我能让你开始喝点时吗吗 请给我来一只寒羞草 我也要一个 两个寒羞草 明白了 你决定要吃什么了吗 我想我会去吃牛油果吐司 不错的选择 我去吃比利时华夫饼 牛油果吐司 牛油果吐司和比利时华夫饼 我还能为你们两个买点石磨吗 不 现在仅此而已 谢谢 能再次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是的 已经太久了 我很高兴我们能为此腾出时间 当然 那么 你最近的工作怎么样 工作一直很忙碌 但我一直在努力 你呢 很不错 谢谢你的提问 其实我刚刚获得晋升 所以事情一直很忙 但很令人兴奋 哇 恭喜 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消息 新职位是什么 谢谢 我现在是我公司营销部门的负责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再次恭喜 谢谢 我很高兴能接受挑战 所以 你的爱情生活怎么样 实际上 进展顺利 几个月前我遇到了一个人 我们一直再见面 太棒了 告诉我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 嗯 他很善良 很有趣 我们有很多共同点 我们在烹饪课上相识 并应对意大利美食的热爱而联系在一起 太棒了 我为你感到高兴 那你呢 你这辈子有幸运的女士吗 其实 是的 我最近开始和某人约会 事情进展顺利 他聪明 漂亮 我们都热爱徒步旅行 和探索大自然 太棒了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 那么 你在周末剩下的时间里 有什么计划 我想明天早上去徒步旅行 也许去我听说的那条新小径 然后 在一天余下的时间里 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 我打算明天早上去健身房 然后下午再读点书 你目前在读时吗 其实我正在读上周读的这本 关于哲学的书 到目前为止 真的很有趣 哦 这听起来很有趣 这是关于什么的 这是关于不同的哲学概念 以及它们与我们的生活的关系 作者就现实和意识的本质 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观点 这听起来很深 也许你做完之后 我会向你借的 当然 我很乐意把它借给你 很高兴听到你对此的看法 非常感谢 请点赞并订阅 欢迎观看我们频道的更多视频 请不吝点赞并不是说的 概念 准备 你 没有拍摄